看过狼牙榜的人都说吴磊简直是神还原了飞流 外表武功高强 16岁的孩子眼神就能如此犀利 武功强大 打遍狼牙榜无敌手 唯独打不过萌大哥 在苏哥哥面前却是忠心耿耿 卖萌想能手 只要不打架都是在卖萌 也是个十足的小吃货 狼牙榜播完 吴磊红了 表情包也火了 吴磊是童星出身 三岁就出道 至今13年戏龄 秒杀 胡哥 刘涛等大味 2002年 三岁的吴磊就接演了第一个广告黄金搭档 从此以后就深受广告商的青睐 在短短两年内 他接连演出多达50余部广告 2005年 他出演了风神榜里调皮的小哪吒 如今算一下 吴磊已经前后出演了几十部影视作品 直到余正版的神雕侠侣热播 15岁的吴磊开始真正跃入大众视野 让人眼前一亮 终于有一位童星长大后没有变惨 这枚小正态一窜就长到了182厘米 重点是颜值也跟着长 这才是童星的正确生长方式嘛 别看人家是从童星成长起来的 合作过的明星可是不少 圈内人员也是极好的 吴磊13年前就曾与苏哥哥有过合作 当时的胡哥还能轻易的抱起来小吴磊 当年的吴磊和郑凯画风也是这样的 最有缘分的就是和他一起拍过吻戏的蒋依依了 同样是童星出身的蒋依依 与吴磊可谓是青梅竹马 从小吻到大 现在的吴磊已经成长为偶像剧当红鲜肉 能卖萌也能自黑 脱下古装 吴磊简直是帅到为人类遗产 贡献颜值 他还大胆挑战女装造型 还称自己胸大 真是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在旋风少女中发型像水角 吴磊还自称是水角哥 童星没长残 有言不韧性 看过狼牙榜的人都说吴磊简直是神还原了飞流 外表武功高强 16岁的孩子眼神就能如此犀利 武功强大 打遍狼牙榜无敌手 唯独打不过蒙大哥 在苏哥哥面前却是忠心耿耿 卖蒙想能手 只要不打架都是在卖蒙 也是个十足的小吃货 狼牙榜播完 吴磊红了 表情包也火了 吴磊是童星出身 三岁就出道 至今13年戏龄 秒杀 胡歌 刘涛等大腕 2002年 三岁的吴磊就接演了第一个广告黄金搭档 从此以后就深受广告商的青睐 在短短两年内 他接连演出多达50余部广告 2005年 他出演了风神榜里调皮的小哪吒 如今算一下 吴磊已经前后出演了几十部影视作品 直到余正版的神雕侠侣热播 15岁的吴磊开始真正跃入大众视野 让人眼前一亮 终于有一位童星长大后没有变惨 这枚小正态一窜就长到了182厘米 重点是颜值也跟着长 这才是童星的正确生长方式嘛 别看人家是从童星成长起来的 合作过的明星可是不少 圈内人员也是极好的 吴磊13年前就曾与苏哥哥有过合作 当时的苏哥还能轻易的抱起来小吴磊 当年的吴磊和郑凯画风也是这样的 最有缘分的就是和他一起拍过吻戏的蒋依依了 同样是童星出身的蒋依依 与吴磊可谓是青梅竹马 从小吻到大 现在的吴磊已经成长为偶像剧当红鲜肉 能卖萌也能自黑 脱下古装 吴磊简直是帅到为人类遗产 贡献颜值 他还大胆挑战女装造型 还称自己胸大真是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在旋风少女中发型像水饺 吴磊还自称是水饺哥 童星没长残 有言不韧性